頭份市中心路看似比直路寬 但頭份市民代表邱毅直爆料 其實先前道路也是歪歪的 頭份市中心路 並將街道路曲折的問題 這兩個事件都是同一個廠商 去進行設計以及建造的 接連兩條路設計完都NG 從判決書還發現這間公司 還有賄賂記錄 從法院的判決書發現 有這樣子的現象發生 不良的廠商進行賄賂 讓政府部門的工程採購 不順暢的現象發生 邱毅直控訴 業者為了拿下三萬鄉公所辦理的 多項設計監造案 竟然在107年至110年度 交付三萬前鄉長 匯款共計185萬4千元 含瓜53項工程 鄉長也遭監察院 以13比0的票數全數通過彈劾 而且中心路與濱江街 設計問題也令人疑惑 對此遭明代質疑的工程 設計公司不願回應 但是業界認為可能有兩個原因 建造設計單位有特別的用意 或是說施工廠商 沒有造圖施工 對此頭份施工所則回應 並非標現設計錯誤 而是取消左轉車道 才會重新周標 中央分隔島又不夠寬 所以當初剛開始畫色的時候 那就是變動比較大 那民眾反應也不是很好 所以後來我們經過了 滾動式檢討 就有做調整 頭份施工所也表示 中心路是因應民眾使用後的反饋 才會重新調整道路設計 取消部分路口的左轉車道 三星我們要立正好報導